当地时间10月30日下午,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,武侠小说泰斗金庸,在香港养和医院安然逝世,享年94岁。 金庸御用漫画家李直青称,看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,再三确认消息后,感到难过和沉重。 上世纪90年代,李直青担任日本版金庸小说全集的封面级插图绘画师,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金庸。 这次见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在他的眼中,金庸不仅是一个偶像,更是一个君子。 很聪明的人,是一个很君子代人之礼的人。 虽然我其实年纪他很多,有时我们通讯或者什么,他在台头都写,比如, 自清卿,你看到他是很有礼貌,还有很特别谨慎的人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是香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期。 1955年,扎良雍以笔名金庸,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建恩仇录》,结果一炮打响,生命大早。 随后,金庸接连推出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神雕侠侣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、《天龙八部》等多部筷子人口的作品。 其中多部被翻拍成电视剧、电影影响几代人。 对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精神,李志钦有自己的理解。 他认为,侠是金庸小说中最核心的灵魂,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。 金庸曾在报导中说,自己写作速度很慢,往往改了又改,需要一字一句斟酌。 对此,李志钦深有体会,金庸曾告诉李志钦, 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便是八个大字,权力以赴,努力不懈。 而他也用自己的行动,践行这个准则。 他也很聪明,所以他就成就了。